好繽紛的甜點讓人眼睛都亮了起來 不知道該挑哪一個好 甜點由專人送上桌 紅色的甜點像是禮物盒 打了蝴蝶結 打開才知道禮物的驚喜是什麼 這是烘焙師進行設計的甜點 就希望帶給顧客驚喜 粉紅夢幻的甜點 在雲林斗六太平老街 屋裡屋外像童話世界一般 甜點好療癒 甜點屋也超浪漫 公主風的氛圍 還有個鞦韆 讓人忍不住 先拍照打卡再說 靠邊是打卡牆 靠窗是好視野 牆邊大面積玻璃窗 作者就可以看到老街巴洛克建築 還有逛老街的遊客 推門進來像是穿越不同時空 非常有特色 就是因為它有特色 我們才一家四口 不經意的就走進來了 甜點師是她 三十二歲的甜甜 用手藝 一步一步打造出 自己的夢想城堡 這個的話是我們自己做的 莓果乳酪餡 她用發飾甜點 客製化蛋糕 讓甜點屋打開了知名度 她主夢踏實 先去日本藍帶學院 學技術 返台之後 也到市集擺攤 邊做市場調查 這個迷戀夢幻的海綿蛋糕 是鎮店之寶 也是她的初心 那時候擺市集的時候 開始的第一個產品 那時候我們擺市集 因為市集那邊就沒有冷氣 然後沒有甜點櫃 所以我們這個的話 是常溫就可以放 手工甜點一個一個做 還有一道又一道的步驟 費時費工 家人也是廚師 並不看好甜點烘焙 幾年下來 他們看到女兒的堅持 媽媽輕輕拍著背 肯定女兒 這一拍卻拍得女兒熱淚盈眶 感動化為止不住的淚水 他家是抖六名店 八十年老字號的 阿國師游魚庚 他走了不同的路 也希望成為阿國師的驕傲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